这个世界上有完美的男朋友吗 刚同居的表妹说 我男朋友就是啊 看来人家对你很好了 还行吧 小到点什么外卖 大到买什么车 他都听我的 就没吵架 反正最后他都会让着我的 你看 这些都是他亲人节给我送的 那你给他送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们男生喜欢什么 久等了 给你哥尝尝我的手艺 辛苦你了 对了 加点这个 这铅盒酱油 没有味精 色素 防腐剂什么的 加一点点就很咸 哥 你要吃 我去厨房收拾一下 怎么样 还不错吧 看着他一脸得意的表情 我还是没忍住说了一句 别嘚瑟了 还不去给人妈妈扫 起街生多少手啊 我才不去呢 因为我始终相信一条准则 就是在大多数关系的相处中 如果一方过得特别舒服 那另一方多半不怎么好收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后来分手时 我一点也不惊讶 那他分手的时候 是不是说你们不合适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会这么说 看起来你们男的都一样 什么不合适啊 都是借口 只要新鲜感一过 就不想再给你好了 不合适确实是借口 不管他和谁在一起 都免不了又互相磨合的 就是嘛 但重要的不是磨合 是互相啊 要知道 一个人不想再对你好的原因 从来都不是付出后 觉得不合适 而是你的回应 让他感到不值得 是你的回应 是你的回应 是你的回应